众所周知 空军飞行员的火石标准是非常好的 营养均衡品类繁多 但在众多兵种中 飞行员的火石却还算不上最好 火石最好的兵种当属潜艇兵 尤其是美国俄亥俄集合舰艇中 人均火石标准高达每天1200人民币 一艘航母一天的火石高达15万美元 那他们在航母中都会有哪些食材呢 一艘俄亥俄集合舰艇 满员编制在130人 其中会搭配6到8名经验丰富的厨师 更是满足每个人的用餐需求 这些厨师每天都要做380份左右的饭菜 而且要保证士兵的营养丰富 只要是出海执行任务 无论是潜艇还是军舰 时间都不会太短 潜艇每次出海通常在6个月左右 在出海之前 潜艇中会塞满8吨食物 其中不乏那些昂贵的食材 牛排 龙虾都是基础操作 出海后 厨师会首先消耗掉这些新鲜的食材 因为这些食材确实不易保存 所以在前期 潜艇中的士兵伙食标准是非常高的 但随着食物消耗殆尽 后面也只能依靠脱水蔬菜和压缩食品 来保证日常的能量消耗 毕竟只有吃饱了才能更有战斗力 每隔一段时间 补给舰就会给潜艇送食物 在等待食物到来的这段时间中 潜艇内士兵的伙食标准也会降到最低 但即使是最低 每顿饭的标准也不低于100人 你知道我国的潜艇兵执行任务时 都吃些什么吗 潜艇兵的伙食标准甚至比飞行员还高 那你知道潜艇兵每天都吃什么呢 飞行员伙食标准高 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每人每天大概39元的标准 但相比之下 还是潜艇兵高一些 每人每天42元 潜艇兵的伙食食材也是种类丰富 足以保证每天所需的营养和能量 蔬菜肉类蛋制品应有尽有 并且为了让士兵能够吃到更好更安全的食材 海军还研发出了120多种 适合潜艇部队食用的 常温集体食品和速冻集体食品 成品和半成品都有 只需要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使用 毕竟在潜艇中 水下火炉是不能使用的 没有明火的话 食品也只能经过简单的烹饪 甚至有时候因为海矿的影响 士兵只能吃冷食 这时候食物是否美味 也就不在士兵的考虑范围内了 海军还专门为潜艇兵配备了营养师 让士兵可以吃到更加合理的食物 保证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做到更好的饮食搭配 和美军一样 在刚出海的前几周 士兵的伙食也是很不错的 种类花样很多 但随着食品的消耗 后期也只能开始吃罐装食品 但不管是什么食品都可以让士兵们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说到这里 可能有很多人羡慕潜艇兵的火石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潜艇兵的火石标准这么高呢 在现代化部队中 飞行员和潜艇兵的火石标准 是全军中最高的 我们都羡慕他们的火石标准 但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潜艇兵会有这么高的火石标准呢 现代化的核潜艇和常规潜艇 每次出海都会在水下连续潜航一个月以上 甚至两三个月也不是没有可能 长时间的在海中生活 而且是全封地的状态下 时间就失去了概念 这种情况下 普通人想坚持一周都非常困难 而潜艇兵却要坚持最少一个月的时间 除了值班和吃饭之外 他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每天都是值班 吃饭 睡觉 如果没有强大的决心和毅力 很难完成水下数月的生活 而且潜艇内部的活动空间并不大 有时候翻身都很困难 这无疑是给潜艇兵的生活增加的难度 所以想要申请潜艇兵的话 不仅要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测试 心理评价和高强度的训练 还要掌握丰富的技术知识 无论是哪种 都需要大决心和大毅力才能完成 但这些都是只成谈兵 只有真正登上潜艇之后 才知道艰苦的含义 所以潜艇部队也是为数不多的 不能服役女兵的兵种 看到这里 你还觉得潜艇兵的伙食标准高吗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 这个伙食标准的问题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也正是有了这些坚韧不拔的军人 才能让外敌不敢侵犯我们 让百姓更加安全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